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琴 大家都知道 穿戴在脖子上的珠宝首饰 我们通称为项链 其实呢项链也有区分很多 你知道项链总共有哪几种样子 它是如何形成 又有哪些典故 又该如何区分定义呢 今天就来说说这些项饰的故事 为大家介绍脖子上的艺术品 项饰 欢迎收看三八珠宝直播教室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芯片通知 也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最想要知道珠宝的什么 往后有机会拍摄影片为大家解说 所谓的珠宝首饰 引用市场主流来定义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项饰 戒饰 耳饰 凶饰和万饰这五大品项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 脖子上的艺术 项饰 也就是俗称的项链 我认为项链是所有珠宝款式中 最吸金 最千变万化的一种手饰 颈部和胸口的部位是人与人面对面 最直接看到的一个范围 加上胸口的部位构造比较平坦 为项链提供了绝佳的展示空间 大家多少都听过细卵这个名词 细指的是精细珍贵的手饰 卵指的是绫罗 丝绸绸等柔卵液包装的物品 从名词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珠宝首饰与衣物之间有着关联 从英文字译解读 许多珠宝首饰的形态发展 也与服饰的形式关系密切 项链的名称起源于16世纪时 欧洲权贵们喜欢在领口缝上一圈 金银线的香边蕾丝装饰自己 因此由英文的脖子 neck加上less 蕾丝就结合成了项链的名称 neckless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颈薄处的蕾丝 后来随着服装的改变 人们开始使用珠宝 贵金属和优质素材制成项链 neckless 这个名词 颜佑至今 也可以解释为 是一种穿搭佩戴在 颈部位置的链状或 环形的专饰物件 人类最原始的首饰 大概可以追溯到 遥远的旧时期时代 意大利的考古学家 在地中海附近发掘了一具 距今有16万年的古人类女诗 女诗身上佩戴着 瘦骨和石头串成的项链 可能是至今 发现世界上最早的首饰 项链应该是 最早被人使用的首饰品项 穿戴项链的行为 可能更早于衣着 古人佩戴像是 是为了保护和展示身份 用树枝编织 贝壳 羽毛做装饰 甚至是瘦骨 珊瑚石头等等 成串佩戴在脖子之上 直到金属的发现 让项链的材质 渐渐转变成以 金属和石头为主 随着生活环境和科技的进步 使用珍贵的材质作为首饰 佩戴功能转为 展现自我价值和 专世之美 甚至是 艺术心灵的层次 依照形态分类 可以区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 广义上的认知 可以是 单独佩戴的链或绳 或者搭配有造型的坠子 造型上可以是一颗小小的单颗宝石 也可以是设计成华丽的坠式形态 第二类是 串式的项链 视为简易的一种黄钻结构 造型上也很多元 第三类为套链 定义有两种 一种是成套 例如是有三种品项主配成一套 通常以项链为主角 再另外选择其他的品项搭配 常见的是项链加上戒指和耳环为一套 另外一种是 大套链的意思 是指规模大的项链 例如 华丽形的公主链 马蒂里链和礼服链等款式 相式的结构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简单的圆 这个圆 代表着薄围 位于胸口的部位 为项链主要的展示区 此处平坦项链可以贴合人体 是整件项链的重点 是设计师可以尽情展现的舞台 两侧的肩线为转折区 是项链由平坦转为直立的关键部位 适当的转折和分段 有助于此区的结构性服贴 符合人体工学 让佩戴者感觉舒适自然 最后就是颈备的接合区 结构呈现树立状 主要为项链开合的扣头位置 因为隐匿在后方 所以通常此区的设计会比较精简带过 通常对于项链的分类 常以尺寸作为区分 尺寸单位为英寸 我想大家应该对于这个单位 非常的陌生 一英寸等于2.54公分 所以计算下来的话 16英寸就会等于 薄微40.61公分的项链 18英寸为45.72公分的尺寸 40寸长达了101.6公分 尺寸是固定的 但是人的薄微有大有小 在选购手势时 除了注意尺寸之外 特别要注意的是 每个人的体态 16寸的项链给娇小和高大的人 配戴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 以上述的长度做相似的分类的话 从画面中的表格可以看到 相似可分为8种样式 从短的12到14寸的颈链 到长达肚脐的40寸长锁链 都有它的特色 大家不要被这8种样式吓到了 简单的分类 以佩戴装饰的区域分别介绍就很简单 第一区为猴节制锁骨点的颈部位置 称为颈链 第二区是锁骨点到领口低点的部位 称为项链 第三区则是领口低点以下 称为锤链 今天的项饰影片主要介绍的是 配戴在第一区位置的颈链 之后会依序将项链和锤链 另外分两部影片介绍 第一区主要分为颈链和衣领链两种 颈链是一种短项链款式 无论宽度如何都必须完美的贴合脖子 衣领链位于佩戴者的上胸部 就在颈部下方取代了衬衫的衣领 颈链是指比较颈的项链 在中文里有脖链或者贴颈链的称法 佩戴起来是呈现直耸挺立状 周长约12至14英寸 是历史悠久的首饰形式之一 最简单的基础样式是一条丝带围绕在脖子上 带子中间点缀着美丽的吊饰 颈链也是所有相式中最有故事性的一个品项哦 最一开始只有奴隶才会佩戴一条项圈 材质通常是金属链或是绳子 用于区分出侵略者与奴隶之间的身份 可以说是颈链的前身 转换成断带材质是出现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女性佩戴上红色的丝带 调念那些献出生命的革命者 代表者是一种尊重 渐渐的颈链的佩戴开始广为流传 到了19世纪 黑色丝在颈链被认为是妓女的标志 但是到了19世纪末 便开始受到皇室的追捧 材料上会装饰大量的贵重珠宝 此时期把颈链的流行推向高峰 就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妻子 亚历三德拉王后 因为脖子上有一处疤痕 她在必须出面的公开场合 总是配在着贴紧的项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紧练受到了表演者和社交名媛的喜爱和追捧 成为了普遍的一种手势 打破了阶层的划分 一路的流行到了现在 出现了许多我们现在常见的款式和材质 颈链的结构有软硬式的区分 左上方是硬式的颈链 下方的珍珠则是可以完全摊开的软式颈链 右边的是软硬式的颈链 通常颈链的设计上不会使用过大的宝石 需要注意的是受下巴阴影的影响 颈链通常从喉结下缘发展为佳 避免遮掩到颈链 也让佩戴者感到舒适自然 无论是材质种类 不管是结构软硬 颈链的服帖才能衬托出优雅气质 通常需要量身定制 为了适应不同佩戴者的颈围 后面的开关环扣 经常被制作成肯调节的构罩 来调整变化颈圈的尺寸 如果规模不要做得太夸张 简单的款式设计 是非常受欢迎的时尚单品 不论是瓶口洋装还是V0 都可以搭配展现时尚有形的品味 衣领链又称领链或颈根链 体积范围涵盖了颈根线上下围 约13至16英寸之间 通常平放在身体上 而不是自由悬挂 是指放在锁骨上方的项链 看起来类似于衬衫领子的项链 说到衣领链 就必须认识一下这一件 世界知名的蓝宝石衣领链 猜一猜 他的主人是谁 这位主人可是近期讨论度很高的大人物呢 影片前面也有他的照片 你猜得出来是谁吗 他就是戴安娜王妃 这一件令人惊叹的蓝宝石衣领链 是结婚初期王太后赠宇的一枚蓝宝石胸针 王妃将其改制成相有珍珠的衣领链 并时常佩戴在公开场合 成为他的标志性珠宝之一 服帖且简约的设计 在个性跟优雅之间达到了很好的平衡 将衣领链发挥到最大的极致就是印度了 大家有看过宝莱坞的电影吧 王公贵族或是婚礼的新娘 佩戴上了华丽的衣领链 与印度美丽传统的服饰 沙利搭配 展现了极其奢华的风格 衣领链上载下宽 呈现如喇叭的形状 通常以颈跟线为分界 上部结构 服贴颈部为树立状的结构 下部则是服贴颈和胸部呈散转结构 衣领链的范围跨越了颈部与胸部 领链和颈链相同 穿搭讲究服贴 上颈部位会受到脸颊和下巴的遮掩影响 产生阴影带 理想的状态应该减少上圈的比例 增加下圈体积的造型比例 符合人体工学 衣领链的风格可以非常滑贵 也可以简约展现女性肩颈间的优美和性感 是非常个性化的项链 多数也是属于客制化的商品 搭配上瓶口和大开口的服装 都提供很好的展示空间 戴上衣领链 自备强大的气场 绝对让你与众不同 珠宝项是一就到这里结束 第二篇将延续介绍第二区的公主链和马蒂理念 是最主要的项链主流形式 你一定要认识 快点追踪订阅我们吧 台湾珠宝艺术学院致力于 孕育台湾珠宝设计师品牌 及创新大中华珠宝艺术形式 为设立宗旨 未有潜质的年轻人提供入行途径 为台湾珠宝产业储备 未来竞争力 喜欢珠宝也想了解我们的话 可以扫描画面左上方的QR Code 连结内有学院的相关课程影片介绍 也可以透过学院的出榜品来认识珠宝 38珠宝直播教室 提供线上珠宝相关智能影片 不要只是喜欢珠宝买珠宝 一起来认识珠宝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透过专业成就事业 想要更多的认识我们 也欢迎来学院走走 由我主持的iPad课程和线上设计课程 持续开课中 课程的连结我会放在下方 可点击来试看哦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赏 每周三晚上八点 珠宝直播教室见 拜拜